我知你一定是說身後面龜峰的攀生首舊選和他們專業的領選 是的,消防警員 大家給點張聲,歡迎我們這些很可愛的警員 我拿去盒口的高空 你們下不下嗎? 沒有 我擺下這袋,我擺著 我先給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在大家的最左邊 就是我們的領選員 李宜璋 和首舊犬小關 而在大家的中間位置 就是我 和我們的首舊犬裏 師姐 Judy 而在大家的右手邊 就是我們的領選員 陳柱康 和首舊犬 Jack 歡迎你們 今天呢 除了可以和他們見面之外 還可以問一下問題 Stab 那你有什麼問題想問一下他們 我知道我們的首舊犬 都需要經過嚴格挑選 才知道他們會不會做這份工 那我呢 最想知道他們分別 需要具備什麼特質 和性格 才有機會讓我們受訓的 首先他們要很有好奇心 很服從我們 和很喜歡玩才可以 那我又問一下 其實首舊犬都各有所長的 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他們日常的訓練和生活是怎樣的 好啊 他的訓練最主要分為三個部份 有體能的訓練 那體能的訓練 那體能的訓練 內容有跑步啊 涵沙 游水 增強他的體能 那之後會有搜索訓練 那之後會有搜索訓練 搜索訓練會在山野 會在無人的灘灘環境進行 增強他日後做事的能力 最後會有服從的訓練 服從的訓練會跟他做一些 sit啊 stay的動作 加強不同的問題 是 那他們的訓練和生活非常之有概念 那師兄啊 又可不可以和我們簡單地分享一下 如果他們去到事務現場的時候 他們是怎樣執行他們的任務的 如果我們去到事務現場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就會找在場的主管 去分配了工作之後呢 我們就會向搜索訓練 去需要做搜索的範圍 去做搜索 例如在山路和山崖 在一些灘灘環境那裏 我們就會放隻狗 去給隻狗去找一些失蹤的刑事 講開執行任務啊 我知道呢 我身邊的judy呢 今年六月呢 就參加了一單攀山拯救的行動 還成功幫忙找回一個失蹤的爸爸 那師兄啊 可不可以和我們都分享一下那次的經驗啊 好啊 那晚我十點收到消息 要連同我judy 搜救犬 她就用一個攀山拯救有人迷路的服務 去到現場都差不多凌晨的十二點了 在山野裏面進行了三小時的搜索 那突然間judy去到一個山谷裏面 很興奮地跑到山谷裏面 但是因為地勢太險要的關係 去到十米左右就已經不可以再下去了 那我就看著那個山谷裏面 嘩嘩嘩嘩嘩嘩一摸一摸一摸 最終呢真是有人認我 那在聲音裏面 確認了是我們需要找的失蹤者 那最後呢 就經了一小時的爆林 就落到一個爸爸的身邊 那恨好的是他沒有什麼表面的傷痕 只是有些口渴 那我就立刻給他喝水 給他一點流氧潭去吃 那最終由 由飛人服務隊協助 就大白白去醫院再進一步檢查 我另外想再分享一下整件事 因為去到現場已經是凌晨的示範 漆黑一片全靠Judy的靈敏的臭歌 才可以成功找到失蹤者 因為靠人的視覺在漆黑是完全不會找到失蹤者的位置 就是這樣 好 其實香港的天氣不失誘又要禍 他們上山找人會不會有些困難 又或者怎樣可以幫他們適應到香港這麼熱的天氣呢 首先我們平時會在熱熱的天氣進行一些訓練 我們出去的時候都會帶備很多水給狗仔用 還有我們會帶一些風扇仔、冰袋、各樣的中途去降溫 另外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英文為何你會想成為一個領選的消防員 本身呢 本身呢 就知道有那邊的作品這一個職位 直至到有一個領選的時候 就很想參加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我本身都很喜歡大學 我覺得 我在這裡 喜歡的工作裡面 可以加上我 有一個我喜歡的動物的拍攝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好 那我又再問一條問題先 Judy呢 就是我們搜救隊裡面唯一的狗女 在這麼多男性的工作圈子裡生活 那Judy有沒有什麼特別待遇呢 那好運地 其他男生的狗呢 都很遷就Judy的 那雖然Judy是女生 但是呢 他的工作能力 其實跟其他的手續都沒有分別的 那其實他的體能啊 或者游泳的速度啊 都是最強的 那他的性格呢 因為可能女生的問題 就比較嬌別啊 很喜歡黏住那些人 好啦 那呢 現在我就想在現場裡找一下小朋友 答一下我的問題喔 那如果答一下呢 就是會有難民喔 哪個小朋友有興趣呢 答案問題有獎品喔 答案問題有獎品喔 答案問題有獎品 那我問一下你啦 記不記得中間那隻師姐唯一的女生 她叫什麼名字啊 特別是第一口 OK 好的 那好吧 還有沒有小朋友想問問題嗎 嗯 有 一定有人 而且剛才說也是 找回這個失蹤的 對啦 左邊角想要禮物 那邊啊 還是這邊呢 揮揮手先 好 我想問你 記不記得右手邊的哥哥 拖著那隻小狗叫什麼名字 Jacky A 有人啊 不好意思 有小狗想問狗仔問題嗎? 小狗想問狗仔問題嗎? 小狗想問狗仔問題是吃什麼? 狗仔問題是吃狗糧,狗狗的營養很高 因為狗仔問題要保持很強的體能和工作時間很長 當去訓練員或者成功找到人,我們就有個大獎 大獎就是… 生物認理,生物認理 我們在學院內實獲一張白白通訊用卡 請曾細條,曾細條聯絡入口處工作人員 我們在學院內實獲一張白白通訊用卡 請曾細條,曾細條聯絡入口處工作人員領取 不如我現在請三隻手舊圈走前一點 讓大家看看和他們拍照吧 大家拍照的時候,記得不要太大動作嚇到狗仔 還有,加上記住,注意小朋友的安全,不要讓他們衝出來 其實大家可以見一下這些…